這個市場是有賣很多 專門只有這個市場賣的東西 真的嗎? 對 外面的傳統市場可能都買不到 只有這裡有的 哇 哇 哇 大家好 又是我的隊 今天找到幾隊 Coin 很久沒見你了 還可以了 沒錯 今天我帶Coin來 一個非常厲害的地方 首先Coin, 你是否在台灣 差不多一年多了? 是 很新的 是新人 你應該還有很多去體驗過 我今天想問你 你有沒有來過台灣的市場呢? 淡水的街市有的 就是路邊那種 路邊那種 其實台灣有很多是路邊的 或者他們也有室內的 整棟都有的 今天我帶來的這個 位於在台北市非常出名的 它叫做南門市場 它有名到 我差不多問每一個台灣朋友 因為我想帶你去市場 他說你一定要帶他去南門市場 好 很有特色 好 這個南門市場已經是過八年歷史的了 它在明治42年已經有了 然後它又稱為千歲市場 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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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會過風了 是啊 我們後面這個南門市場 其實原本地不是這裡的 但因為舊的太舊 它現在拆了重新興建 所以現在… 臨時街市 對, 臨時街市 但我已經看到很多人說 就算它是臨時興建的 但裡面已經… 它設計得非常完善 其實很好行的 Gubuichi Go 進去看看 對 這裡是一樓 賣衣服的 我們應該進入了那個區 是賣衣服的 對… 即是一樓是賣衣服 讓大家看看 挺好 也挺多間店口 大家去看看 但因為這些衣服比較… 索女款 是的 索女款 形容得十分好 這邊也是 然後這邊也是 挺大的區域 還有一些珠寶 我覺得之後帶我媽媽來 應該… 可能她對 她有她的世界 她有婚紗 然後我們再前面 應該是雜貨和熟食區 我最喜歡吃的瓜子 還有芒果乾 果乾 我有做功課 這個市場是有賣很多 我專門用這個市場賣的東西 真的嗎 是 外面的傳統市場 可能都買不到 只有這裡有的 還有這個市場 是大家台灣人 如果辦年貨 即是買年菜 都會特意來這個市場 是 更新的家費 我看到了 人家說這裡有賣火腿 火腿也是在這邊的特色 很多香港臘腸 哇 好久沒見 好久沒見 你看我們穿過火腿 有沒看過 有有有有有 哇 這是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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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這麼大的鴨 這是火腿 金華火腿 對不起我剛才說 鴨 是嗎 Sorry 大家一定罵了我 這應該是豬 以前我們看到有港式辣餐 因為我們在香港人 對 很懷念 我看看我們要吃什麼 先去買新泰園 你知道這是什麼? 紅棗裡面有糯米糕 不是朱古力的嗎? 不是朱古力的 你以為真的買香港的新泰園 對面對面 這間也有買新泰園 為什麼有新泰園? 在我們另外一家店 我這邊賣完的 哦 圓嗎? 不會的 前面而已 前面而已 這個不是很像香港的嗎? 很像香 很像香蕉 可以試試看冰糖蓮藕 對啊 你們也有賣嗎? 他們走得很快 冰糖蓮藕 回到藥 買一買 好帥 這有蓮藕 我們要蓮藕也要 也有醬鴨 這個也好吃 像冰糖醬鴨 我很多香港的客人 他們都會來的時候 要回去之前 都會先真空 然後要帶回去香港 哇 這是多少錢的 你要這麼多嗎? 可以買一兩顆吃吃看 可以買一兩顆? 可以啊可以啊 因為你們來這邊玩 不一定一半吃不完啊 那多少錢的? 這樣是200 200 200 那那個是蓮藕咧? 蓮藕你要這麼多嗎? 還是買一半就好 還是買兩片 也可以 哇 你太好了吧 對啊 謝謝 所以很多客人都會來 因為你買少一點 你可以吃比較多種啊 很貼心啊 對啊 然後也有像青椒香肉 這個 香港菜 這個是那個 蓮藕耶 哇 他給我們一點汁 超好人 辣家對我們超好 然後他跟我們說二樓 因為是美食區 那這裡買完可以上去吃 那我看上面也有一些 好像挺好吃的東西 等一下我們買完整堆東西 就上去吃 好 然後這邊是有很多包 哇 這個是客家的東西 應該 如果沒有記錯 所以他說這邊是買到很多 不止台灣的東西 其實有很多其他地方 其實都有 感受到了 是啊 你也不想吃過什麼上海松糕 都好像很厲害 可以看啊 應該是甜點的 對了對了 合卿在哪裡 前面了 到了 合卿 台灣還有上海松糕 這裡啊 哇 內餡的話有紅豆餡 芝麻餡 藻尼餡 我們賣的最好的話是 胡豆豆沙 那你們新的那個市場 什麼時候弄好 最快應該是明年端貨 那你們想搬走嗎 還是在這裡也不錯 我們還是想要搬回去 原來的地方 哦 是哦 因為那邊畢竟離捷運站 比較近 那個捷運站出口 一出來就是了 對 然後老客人其實 也比較習慣在那邊 因為他們有的是不認店家的 我是認人的 那你換位子以後 我就找不到店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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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我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 脆皮豬 脆皮燒肉 長忌 大家說是推薦的 上面有脆皮豬嗎 哦 可以找到嗎 看眼神 過眼 真的 我們現在是 差不多四點到 對 這個市場是 差不多六點關門的 應該 差不多了 被人搶散 我們下次要早點來 那我們再逛一下 看看我們去一下 它的濕貨市場 看看是怎樣 這邊也很乾淨 我們已經到了 你看 沒有味道 對 沒有味道 賣菜 賣雞 賣羊 和牛 溫體牛 溫體牛 應該是說它不會冷藏 它是即日殺了之後 就要吃了 很新鮮 這裡有賣蔬菜 賣豬肉 在這邊 還有賣水果 也在這邊 這裡是賣魚 我記得以前 香港市場 如果賣魚的話 是有很多 一盆一盆 然後有水 油水 還在養 這裡很少見 這裡很多時候都是 冰台魚 對 冰了 一樓好像走得差不多了 可以去二樓看看 好 乾杯 乾杯 很有驚喜 乾杯 試不試這個嗎 這個蜜棗 剛剛已經見了很久 看看它是什麼味道 心態園 心態園 你的名字是很浪漫的 今天試試台灣的心態園 因為香港清泰人 是我們一個甜點 因為之前你有做過 對 我有做過 不會太難做 但是可以看我那部來做 這樣會有可能出來嗎 我會太難做 他剛剛說裡面是糯米粉 很香蜜棗味 你看 我好喜歡吃蜜棗 所以這個蜜棗是超好吃 但是呢 我覺得可能蒸完之後 放下去了一點 裡面的糯米比較硬 不夠軟 如果是剛剛蒸好的 裡面是… 應該很好吃 蜜棗很香 蜜棗是超好吃 我不是開玩笑 這個呢 我等一下下去 我要買它冷藏版 回家蒸 神經病 蜜棗好吃到瘋了 蜜棗是 剛剛你還說 你會買太多 不會 怎麼騙自己 快一口 你吃光 這個蓮藕 我們買了五塊 打算試試味 不知道會不會像蜜棗一樣驚喜 看看大家看不看 中間也是糯米 沒錯 我以為是冰糖很甜 但它是剛剛好 其實我以前很喜歡吃蓮藕 我喜歡喝蓮藕湯 我也是 我只想說 我剛剛煮蓮藕湯 我就會超開心 真的很好吃 但我完全想不到蓮藕可以做甜 真的沒有 但蓮藕是漂亮的 好吃 好吃 我覺得它不會太粉, 不會太硬 是很適中, 剛剛好 想不到的糯米在中間會很疲憂 我感覺不太吃到糯米 因為蓮藕很出色 很出色 我上網問清楚 大家都說 這是必買的 這個叫上海 上海鬆糕 這個上海鬆糕 有很多人說推薦好 目前前面那兩樣 我們很驚喜 又好吃 看看這個 芝麻 紅豆 但有這個 你一定要配飲 但它的口感 可能我看它的樣子 我可以幻想到 它和藏原糕不同 是它的… 是更加鬆 就是全部是鬆化的 但可能它的口感 不是我喜歡的 比較偏乾 所以我對這個就普通通 這樣就不喜歡 我覺得可以試試 它應該熱了吃的程度 它是熱吃的嗎 我不知道 但它剛才有沒有叫我們蒸 沒有 這個有叫我們蒸 要蒸多久 要蒸多久 你現在要去哪裡 有觀眾可以留言 這個是可以現在這樣吃嗎 那可能真的要蒸 會不會現在是生的 因為我覺得它現在口感 有點太乾、太散了 太粉了 可是會不會是蒸了之後 其實就不是這個口感 有… 要蒸 要蒸 但有一個不是我自己喜歡的 這個偏乾 很好 是 乾太神了 太粉了 所以如果你拿回家 蒸日來吃 應該會很好吃 要拿來蒸15分鐘 再去吃 難怪我們硬近了 就是生的 會不會肚子的 現在這樣吃 應該不是的 它應該熟了 但我覺得應該是放久了 難怪我就是滑翅味 很怪 但應該不是這樣的 你明白嗎? 不像膏 不懂得形容 吃得好像沙一樣 粉了 好像還沒熟 但你也知道它是熟了 你肯定是熟了嗎? 熟了 是嗎? 一定是 除非… 不是 我們很白癡 差點錯怪它了 對不起, 是我們的問題 我的床 好喝喔 這碗呢 都有一種是 煮了很久 熬了很久的感覺 不是那些清湯 因為台灣有很多是 清湯 共原湯 共原湯 還是搞不懂 能夠共原湯 為什麼它可以是湯 它不叫湯 不要跟香港人討論 噴水 它會跟你講有什麼藥材 所以藥燉排骨這種 就對我們來說比較有味道 其實我們習慣的 這個好吃 欸, 猜不到它 嚐嚐這個豬骨 這個會是… 好好味 基隆也有一間很好喝 嗯 我以前有同學會特意駕機車 有淡水是基隆的這個湯 沒問題的 我們習慣的 其實淡水都剛剛好 不是很遠的 我發現淡水線是最多讚的一條線 我發現了 27站淡水線 你覺得合不合價這個 都可以了吧 我覺得可以的 嗯 那我吃的那間 再會清湯一點的 我覺得這個算 再重一點 我喜歡重口味 對 還有我覺得它的豬肉好吃 有可能是在下面拿的 下面就是市場 溫體豬 只有牛而已 我以為可以套養了 什麼溫體豬 溫體雞 沒有的 好 對不起 不好意思 他喜歡教訓一下他 然後給人家留言說 是有的 告訴我 我在遭遇他 是啊 我們已經吃飽了 哇 今天是我們第一次來走這個南門市場 應該是你第一次走台灣的這款市場 那你覺得今天來走這個市場如何 我下次會和同學一起來 因為我發現有很多很久沒吃過的香港食物 可能什麼金晶果精種 蠟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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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明白為什麼人們會過來這裡辦年貨 而且最重要是它辦年貨 因為它款式夠多 嗯 不只台灣食物 雖然很多台灣人都很喜歡這個市場 都是這個意思 這個是他們暫時的一個地方 臨時的一個地方 其實他們原本的地方還在起鏡 我看到它那張圖浮誇了 一大洞 然後裡面應該有很多東西可以走 你不跟別人說那個市場 裡面是賣食的 你真的以為裡面是賣明牌包包 對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過來旅行 其實這個挺好走 因為它的食物夠特別 大家可以過來買 對 二樓的食物也是夠好吃的 多選擇 對, 多選擇 這次的一間都令到我覺得很有驚喜 所以有很多好吃的美食 是高手在民間 對嗎 在這些位置 真的要穩 真的要穩 這次的一間… 謝謝台灣人給我推介 這次不知道帶你們來打開眼鏡 我也是 如果下次大家還有什麼地方去的 請在下面留言給我 告訴我們 對, 告訴我們 那這部影片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跟分享 還有記得追蹤我的FB跟IG 那我接著又會帶大家去別的地方 下一支影片再見了 拜拜 我等一下再下去買到一排蜜酒 來喝 真的好吃 可以嗎 FB